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接电子 那么它这个从边边到这里的距离是x 就是我们以这里为坐标的圆点 然后这整个plate的宽度是L 这个地方的potential是V0 那么它要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 这个switch closed 完全关闭的时候 求这个界电之城所受的利 第二个是我们把switch关了很久 然后把它打开 那么界电之城 在打开的这一瞬间 它受利是多少 我们上次是做到这个part 2 part B 好part B呢 我们再写一遍 我们说S接通许久 好一打开的话 因为接通很久 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电量已经保持一定了 这个上面比如说是正Q 下面这个几百总电量是-Q 电荷是一定的 我们要求它所受的利 那这个时候的利就是等于电能gradient的负值 所以这个时候的利呢 是等于负的gradientWE 这个我们上次都写过了 one prime 好那么WE等于什么呢 那就是电容器的电难 这个时候我们用2C分子Q平方 因为Q算是一种固定值 Q知道我们就用2C分子Q平方 好然后这是第二 好C等于什么呢 C还是等于C1加C2 C1加C2 这个宽度 这个厚度是D 这个是H 这个是C1 这个是C2 好C1还是跟上一 跟第一个 第一部分的立体是一样的 它是等于YXH XH就是X X乘上这个宽度 就是等于这一半面积板的面积 然后被D来除 因为它是并联 并联就是两个电容加起来 那这一边的这个capacitance呢 它是Y0 几板的宽度呢 是等于H乘上L-X L-X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宽度 被D来除 那我们可以 这个跟上一 跟partA完全一样 那它就等于H overD 然后呢 YX加上Y0 L-X 好在这个题目里头 这个X啊 就是指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好那我们把这个C带入 2' 我们就得 电难 它是等于 两倍的 C1加C2 分之Q平方 我们把这个字带进去啊 这个可以求出来 它是等于两倍的H Q平方D Y-Y0 X 分之1 加上 Y0 L 好 这个求出来 我们就把它带入第一式 带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F 它是负的 Gradient W1 那我们看这个式子里头 电能值跟X 坐标有关系 所以它现在只有X方向 这个方向有值 等于这个 我们就把 这个对X做偏微分 对X做偏微分 它就等于 X UniVector Q平方D RH Y-Y0 X 加上 Y0L 的平方 然后Y-Y0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再化解 化解的结果呢 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的 H V0平方 Y-Y0 over2D 这个就做出来了 上一次是因为这个地方 我写错了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这里是 一根电缆线 空气绝缘的电缆线 我们现在从 内导体跟外导体 中间我们插入 空心的界电值原住壳 我们现在要求 这个界电值 原住壳 所受的利 现在我们把这个图画出来 比如说我们这个 原住壳 是这个样子的 我画它的 剖面图 这个其实是一个 原住体 这个是一个 实心的原 原住导体 这个外面呢 是一个空心的 空心的 原住导体 这个当中呢 外导体跟内导体 这是外导体 内导体 这个当中 用空气绝缘 所以这个地方是 Y0 然后这里就是 也是一个原住体 原住体 它是一个 空心的 就是这里是空的 这里是实心的 那它是某一种的 材料做的 它的界电常数 它的电容率是Y0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呢 从这里 插到这个空心的 电缆里面 好 现在 我们假如 这是外导体 这是内导体 跟外导体的之间 内导体 外导体间 我们 加一个电压 固定的电压 那么 这个 我们就发现了 这个界电值 这个空心的界电之城 会受力 往这个地方 往这里 OK 往这个地方受力 会往这个地方受力 当然这个力 你怎么知道 是这个方向呢 要求出来 才知道 我们当然先画它了 好 现在给我们的规格 就是这个外半径 外导体的半径是B 内导体的半径呢 是A 内导体的半径是A 这个地方 是A 从这里 到这里 这个是导体 这个 上面这个摆的不要 这个摆的不要 好 这个是界电值 这个界电值 这个是界电值 然后这个距离呢 我们算它是X 这是我们自己取的 你可以这么取 你可以用别的办法取 那全部的长度 就是这个 空心 电缆线 这一段的长度 是L 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力是多大 这个力是多大 好 要求这个界电值 成 所受的力 我们知道 你用别的办法都 做不到 我们只有用这个 能量 能量的方法来做 电能的方法来做 那么 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现在是电压保持一定 电压保持一定的话 力是等于 电能gradient的正值 我们就有 F 要等于gradient WE 我们马上 第一个式子 就是表示 我们要用的方法 就写出来了 然后我们就要求 WE WE等于什么呢 电能 这个时候因为 这个是一个电容器 电容器 储藏在这里头的电能呢 我们可以看成 这是两个电容器的 并联 所以它是 WE 我们用 因为电压保持一定 所以我们用 二分之一 的CV平方 那C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两个电容的并联 就是这个 第二式 好 C1是哪一端呢 C1是这个 这个C1 这个是C2 这一段是C2 这一段 那我们把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圆柱体啊 我们以前不是讲过圆柱壳 像这样子的 我们上车不是讲过吗 两个圆柱壳 所构成的 这个电容器 同性圆柱壳 所构成的电容器 它的电容 它的电容 比如说这个是A 这个是B 这个是H的话 好 我们知道 C 它是等于 2 Y0 2Pi Y0 over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A 乘H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值 用来算这个电容 跟这个电容 这个都是同性的 原住客 好 C1 它是空性的 2Pi Y0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它的长度 是L 减X H是等于L 减X OK OK 好 C2呢 它是2Pi Y0 因为它有界电值 它的长度是X 然后这个 LogB overA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 代入 第二是 W1 要定于 二分之一 2Pi Y0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A 加上 2Pi Y0 X 好 这个是C 乘上 V平方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再代入 第一是 代入第一是 我们就得 F 真的 Gradient W1 那么因为它仅仅是 X的函数 所以它就 等于 X Partial W1 OverPartial X 那它对X来 为分 为分的结果呢 它就等于 X Pi V平方 V平方 Y Y0 Y0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它是什么方向啊 X的方向 那我们 X的远点 是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 X等于0 所以这个地方 到这里是 X长 所以 这是X的正方向 所以它是朝这个方向 所以这个 F啊 要等那个球出来 你才知道 它的方向 才知道方向 当然我们先画出来了 好 现在我们看 这个立体 好 有一个 内外 半径 分别 为A 及B的界电值 圆柱管 电容率是Y 好 现在从这个管的 中心 它是空心的一根管 插入一段 一小段的导体 求圆柱导体 所受的力 这个小段 这是圆柱导体 当然它现在 有加一个电压 加一个电压进去 就是说 这个界电值圆管 它的 外层 是一个 还是一个 两个导体 圆柱壳 有充 这个界电值 充填界电值 那么我们把这个 图画出来 其实这个呢 是一个 导体 圆柱壳 圆柱壳 这个也是一个 导体 圆柱壳 那么这两个壳 之间呢 我们 充填了一些 充填了一些 界电值 这里 跟这里 这是充填界电值 这是界电值 这个是界电值 界电值 那它的电容率是 Epsi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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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内外 圆柱壳 是外 圆柱壳 的 半径 这个是 内 圆柱壳 的 半径 是A 现在我们 从这个地方 空心的 这个地方 我们 插进去 一个 圆柱的 导体 这是 圆柱 导体 然后我们 这个都是 导体了 这个导体 跟这个 接触 于是我们 就在 这个地方 用一条 电线 这里 加一条 电线 然后把 这个 两个导体 当中是 绝缘的 加一个 电压 那我们 就看 这个 圆柱 导体 所受的 静电力 是什么 静电力 是什么 那么我们 现在就 取 坐标 我们 取这里 是 圆点 这个 轴 算是 X轴 朝这边 是正的 这边 是正的 然后呢 这一段 这段 有导体 那这一段 是 当中 是 空心的 好 那 这个 X轴 这个 这个就是 借电 之城 这个 没有导体 这个不是导体 这个是 借电 之城 这个是 借电 之城 从 从这里 到这里 这都是 借电 之 都是 借电 之 这是 借 整个 是 借电 之 整个 是 借电 之 不过呢 你从这里 插进去 以后 这一段 是导体 这一段 是导体 这一段 也是导体 但是这里头 都是 借电 值 这里都是 借电 值 这都是 借电 值 所以 它的 电容 只有 这里 才有 这里 因为是 有内 导体 有外 导体 有 内 导体 跟外导体 于是 它就 构成 你看 这是 外导体 这是 内导体 有电压 就构成 电容 这个地方 因为 这个都是 借电 值 都是借电 值 没有导体 所以 它不是 电容 不是 电容器 好 那现在 我们要求 它所受的 利 那这个利 应该 就是 这样子 我先 画出来 本来这个利 你要 求出来 以后 你才知道 这个F的方向 是什么 好 现在我们来解 我们说 因为 电压 它维持 一定 所以 我们 电力 就是用 正的 gradient we 这一定要 记住 电压 维持 一定 力 是电能 gradient 的正值 如果是 电荷 维持 一定的话 静电力 是电能 gradient 的负值 好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我们就要看 你电能怎么算 电能怎么算 那我们看 这个系统是一个capacitance 这里是capacitance capacitance 可以除残电能 capacitance 可以除残电能 于是我们就说 这个电能 因为电压 维持 一定 所以我们就用 二分之一 c 乘上 v平方 乘v平方 好 那么这个c 等于什么呢 c 它是一个 圆柱壳 圆柱 同心圆柱壳 和电容器 那么它就是 等于 我们刚刚有写 2pi epsilon 0 natural logarithm a over b 乘上x 它的长度是x 长度是x 好 我们把这个 代入第二式 w1 w1 要等于 w1 epsilon x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乘上v 乘上v平方 它电能 求出来了 我们就代入 第一式 代入第一式 我们就得f 它的gradient 因为它现在是x的函数 仅仅是x的函数 所以它只有一向 x方向 partial we partial x 那么这个x 分子 所以一partial 它就变成 其他的系数了 只有系数存在 那么 就变成 pi epsilon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乘上v平方 方向什么方向 x的方向 x是朝那个方向 这个是x的方向 所以这个力 是朝那一边 OK 好 这是一个 理题 好 我们再看一个理题 这个题目是这样子的 我们有一个界电值 液态界电值的 潮 里头存了这个界电值 比如说是这样子的 我画二度空间的 这个潮 本来它是三度空间的 这里头 都是某一种界电值 OK 这里头摆某一种界电值 某一种界电值 它的这个 电容率 我们 它 我们写这个 开一 假如知道它的 极化率 开一 就是液态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一个空心的 导体 原柱壳 不是 把一个导体 原柱壳 好了 是这样子的 假定这个当中 是实心的 然后它外面呢 又有一层空心的导体 导体 原柱壳 然后它这个 因为这里都是开口嘛 于是界电值 这个 液体啊 就跑进去了 这里都是界电值的液体 OK 都是界电值的液体 那么这个也是界电值 起初只是这样子而已啊 你泡泡进去嘛 了不起这个地方 会升起来一点点 由于它的毛细现象 毛细现象会升起来一点点 但是这个高度啊 其实都跟这个一样 可是 当我们 把这个内外壳 加上电压的时候 如果我们把这个外壳 接地 把它变为当作零 里头 保持电压V零 是这个壳保持电压V零 就是这个 两个圆柱壳当中啊 会有一个电压 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啊 这个界电值层 这个界电值 会被吸上去 吸上去 画得不好 这本来是在这里 对不对 外面都在这里 结果里头呢 吸到这么高 会吸上去 会吸上去 会逐渐地上升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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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到某一个高度 它就不再上升了 它不是无限的上升 上升到一个高度 它就不上升了 好 我们假定 这个整个的高度 我们算它是H 就是整个圆柱壳的高度 算它是H 我们就算到哪里呢 我们就算到E面好了 E面 从E面到这里的高度 是H 大H 然后这个E面开始上升 上升 上升 上升到小H 这么高的时候 它就不再上升了 不再上升了 OK 我们说 这个就是一种Oil 一种油 界电池油 这是它的电 激化率 那么它的规格是这样子 这个半径是B 内半径是A 内半径是A 现在我们要问 假如你知道这个H 你知道H 你要求这个界电池的 激化率 开E要怎么求 OK 以致 或者是 告诉你这个开E是多少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界电池 那它能够上升多高 也可以 那我们去求这个 你现在怎么做 比如说你拿到这个题目 你现在要怎么做 你一定要知道它为什么会上升 对不对 这个油上升上升 它有一个一定受一个什么力 这个力是什么力 就是界电池在电厂里面 所受的静电力 对不对 好 向上 那为什么界电池到某一个高度就不再上去了呢 因为界电池 它这个 这一层界电池 上去的时候 它有重力 有重力 那一定是重力 跟静电力 平衡了 它就不再上升 是不是这样子啊 你要知道它受力有这两种力 然后它在平衡状态 我们就把平衡状态的力写出来 好 那现在我们 怎么写呢 我们就用这个 我们说 就说这个油啊 从这里上升 到这里就不再上去了 就是平衡了 平衡的时候 根据平衡的第一条件 或者是由牛顿的运动学 我们知道 Sigma F 要等于零 就说这个系统所受的核力 要等于零 它有哪些核力啊 有哪些核力啊 好 我们说这里 这个核力 就是电压保持一定的核力 界电子所受的力 它就是等于F V 好 还有一个什么力呢 它这里啊 这个当中 执心这里 我们可以画在这里 有一个重力 MG 加上 MG 这就是两个力 它一共两个力 这两个力的核力 要等于零 这是普通物理的式子 普通物理 你们一开始上课 应该就学到这个式子 牛顿第一定律 那 一定满足这个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两个力 你知不知道啊 MG MG等于什么呢 MG 就是这一段 议题 它的质 质量 乘上重力加速度 好 这个重力加速度 是在负 Y的方向 G是一个常数了 G是常数了 我们可以把G 写在这里 质量 这个议题 你要看整圈 整圈 这整圈的质量 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密度 成体积 体积就是等于 外圈的周长 减到内圈 外圈的面积 减到内圈的面积 就剩下来这一块的面积 对不对 好 它是等于 Pi B平方 减掉A平方 好 这个是 面积 面积 还要乘上高度 这才是体积 体积 积Row 就等于质量 质量 积 G 就是MG 是等于这个 好 这个是 第二式 第二式 那这个是什么 静电力 静电力怎么求 我们拿现在求的 静电力的方法拿出来 好 我们说 因为 电压 V 等于 我使用V0 为常数 就是说电压维持定值 所以 FV 是等于 Gradient W 好 这个是 第三式 那电能怎么算呢 电能怎么算 它可以算 两个capacitor 好 这个 这一段是一个capacitor 因为这是导体 这是导体 当中是 Y0 空气绝缘的导体 圆柱壳 那这一段呢 这一段 我们从这里算到这里 这一段呢 它是 Ki等于 这个 它是用Ki表示 那么它就是Y 你要知道 Y 等于Y0 乘YR 那YR 又等于 1加上Ki 它的这个 电容率 我们假定用这个算 两个电容器的并连 两个电容器的并连 我们假定 这个叫C1好了 底下这个C1 这个是C2 C2是界电值 而C2它是空气 绝缘的 那我们说 那我们说这个C呢 两个并连 两个并连 那C1就是有界电值的一个充填的 那它是等于 2Pi 本来这里是Y Y是这个 它又等于这个 所以它就等于 Y0 1加上Ki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这个也是原柱 同性原柱 可电容器 对不对 它的高度呢 高度 因为它这个H 会变 如果把H 写进去 你往往会把它 当作是常数 它一take gradient 它就零了 对不对 Partial derivative 它没有变数 就是零了 其实这个H 它是会变的 我们就先用Y 来表示 用Y来表示 最后我们再表示说 Y这个时候是等于H 好 第二个 它是等于 2Pi Epsilon Zero 好 这个高度 这个是H 那这个高度呢 大H 减掉 小H 那它是等于 大H 减掉Y 我们把H当作Y嘛 这也是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这里注明一下 好 这个里头的H是 Y是等于H 然后我们把这两项合并 然后我们把这两项合并 这两项合并 把它化解 化解它等于2Pi Y Zero Zero Natural logarithm A B over A 然后 Ki E 乘上Y 再加上H 好 这里Y是要等于H 好 C求出来了 我们把这个C呢 我们说这个 C知道了 那W E 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CV零平方 等于这个 CV零平方 那我们就把这个 这个被二出 这个被二出 二出二就没有了 再乘一个V零 它就等于 Pi Y V Zero Square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然后这里是 我们要记住 这个Y呢 它是暂时代表H 好 W1 求出来 我们就代入 第三式 它的gradient 因为它现在只有Y 这个坐标 所以呢 W F 我们说 现在的F呢 就等于这个 Y 好 这一位分呢 这个常数就没有了 这个就剩下 Ki 所以它就等于 Y Univectal Pi Y0 V0 Ki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好 这个是 第 第几式啊 第四式 好 这个球出来了 MG 球出来了 带到这个式子 第二式 跟第四式 一起带入 第一式 这个是 负Y 看到没有 这是负Y的方向 那个是正Y的方向 所以我们把 把这个 单位向量消掉 把负号拿到 等号这边来 一个拿到这边来 于是我们就得 Pi Y0 V0 平方 Ki E over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要等于MG MG 这是负的 我们拿到这边来 变成 正的 可以求H Ki Ki 所以我们就把 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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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等于 Rho H G B 平方 减A 平方 Natural logarithm B over A Epsilon Zero V0 平方 好 这题 了解吧 好 所以你学过 物理 物理 你做起题目来 就不能乱做 不能乱做 你要考虑 你从哪里头切入 我从哪里头切入 因为它平衡 你就要把他所受的外力通通通化出来 我们摩擦力怎么不济了 所以外力就只有这两个 你学普通物理 学整个上策都是在学 我怎么样判断他受哪一些外力 外力 外力 你要把他的力图画出来 这就是力图 MG 跟FV 画出来 然后用什么式子 牛顿第二定律 或者是 这是等于零的话 就是牛顿第一定律了 牛顿第一定律 牛顿第一定律是牛顿第二定律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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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例 然后你一个一个求 这个 是等于这个 然后再求FV 你求FV的时候 你就把求FV的方法拿出来 再求FV 拿出来求 求求的出这个结果 再带回这个式子 OK 不要乱做 做着你自己都不晓得做到哪里去了 要训练你自己 OK 训练 我要怎么表达 好 那么我说过你这一题也可以怎么求呢 你知道开一 要求H也可以 就是说你在这个式子里头 这个式子里头 开一知道 我要求H也可以 好 我们 由电能来求静电力 我们就 讲到这里 那么所有的静电学 我们就 在这里结束